这次看到的这些地方 既在比如说宝稽稽稽讲了州的文化 州的人州的礼 然后奠定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 然后仁德厚爱的这种体育 然后呢又讲了秦 揪揪老秦共赴国难 然后起约无意与子通袍的那种义气感 又讲了汉 大汉盛世张通毕业 帝国扩张雄主称霸的那种傲 又讲了唐 台放包容 万帮来朝的那种圣 所以中华民族的形成 经过这四个朝代 它就从发展到壮大 在这里从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 变成了一个昂首阔步 然后大踏流行向前的一个青年的样子 我们刚讲的州里再次形成 我们成为一个礼仪之邦 说话办事有规矩 讲不余句 对吧 秦德统一再次形成 从那之后上至庙堂下到江湖 大一统的国家是每一个人的愿望 我们愿意为之付出 努力奋斗 甚至是流血和牺牲 汉的开疆拓图在此完成 所以我们有雄子勃发 昂首阔步的一个民族自信 我们找到了自信之后 就不畏畏缩缩 也不会往自匪过 虽然又艰难时刻 但从未想过放弃 这一点很难 唐的强盛和包容再次展现 万帮来朝 文化繁荣 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医官 拜免留的盛世之资 商贸发达 名声远扬 所以直到现在唐人街 我们经常会听一句话叫做 南方的秀才 北方的将 陕西的黄土埋皇上 在陕西境内 据统计大概有 一百余座 皇帝的陵墓 所以 我今天下午 在评论区看到一句话 我在回来的车上 写下了这段文字 我看了一个人说 陕西人啊 从小到大 周末 假期 就是在山野之间的古道 然后坟种上的土包 乡间之间的那些老庙里转悠 听父辈们 讲王后将相 讲英雄好汉 听他们文治武功的故事 听他们诚恶扬善的那些善计 也听过平民老百姓 听过引车泛江之辈 然后听他们的故事 这些人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 暑去秋来 岁月流转 燕子去了又来 麦子收了又种 一代人长大之后 把翻中了几千年的土地 又翻中一遍 酒足饭饱之后的餐桌上 一时兴起 又给孩子们再去讲这一代的故事 好多年后 这一代人也变成了一个个小小的土包 并列在那些土包旁边 历史流转 从未停止 所以 历史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 它给了时间 以巨大的维度和刻度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不管在你生命里 当时看起来 多么难以受传的灾难 你其实后来看 都过去了 不管多么难以平息的伤痛 其实后来看 也愈合了 不管多么难以下手的困难 也都会过去 所以时间是神奇的东西 它把复杂的东西 变得简单了 你现在再回头 你小时候经历的所有困难 忘了带一个作业 一个女孩不喜欢你 现在看来如此的简单 所以 它让复杂的东西变简单 它也让浮华的东西 变得平实 你发现人的审美 是越来越朴实 越来越朴素 所以看惯了几千年历史 看惯了风起云涌 岁月变换的这些老闪 身上就有一种 外人难以理解的松弛 我猜大概就是这样的故事 看得太多 看得太透 想得太通 导致的 当然历史也是残酷的 因为不管是长眠 在渭河两岸的那些王后将相 还是坟岗散乱的那些平民百姓 其实最终都是一把黄土 他们的野心啊 执念啊 心愿啊 悔恨啊 最后其实也都消散了 白居过戏一般的人生 太短暂 转睡即逝 所以你常常都是 都是来不及体会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一想到这里呢 我们就更要把珍贵的时光 用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上 和有价值的人身上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不要为无谓的事情 去担忧和焦虑 纠结和徘徊 关于什么是有意义的事情 什么是值得的人 答案在你心里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 就是你不做就会后悔 或者你做了觉得没有必要 你就有答案了 所以有一个原则 就是不要给未来的自己留遗憾 历史是残酷的 但另外历史也是公平的 陕西人记住了那些建功立业的 那些爱惜民利的帝王 那些开宗立派的 著书立说的文人 记住了那些刚正不阿的 秉公执法的官吏 也记住了那些宽厚待人 然后好善乐失的那些相识 人故有意思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用之所趋一也 对生命的理解不一样 所以生活的过法就不一样 无论如何你这生都会过完的 所以我想讲的意思是 我聪明的朋友 镜头前的你啊 我们刚讲的那些人 很多人他们在生前就已经大名大放了 有的人是死后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才得到认可 但无所谓 无所谓 历史最终会给出他的评价 迟早而已 所以你知道的 时间会揭示真理 时间会给你答案 你要知道如何度过这一生 你有权利去给自己的答案 你同时有权利决定 怎么过你这一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